哈喽,台湾的朋友,吴安迪 现在我们坐公车去旅行 从前要坐飞机才可以去台湾旅行 现在坐公车就可以了 所以非常开心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公司都在这个商务中心 里面都很多香港人 有一次我看见有一个香港人 他的国语没有很标准 其实我是50步,笑100步 但是他真的还有趣 他跟台湾的工作人员在聊天的时候 他一直在说他的国语 其实这是广东话 然后你们是撇小小鹰 就是根本他都在说广东话 然后我就非常好奇 我想问那个小姐 其实你听得会不会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因为他其实在说广东话 但我想一想 其实我都跟他没有差很多 但是我觉得真的好有趣的感觉 但我跟他不同的就是 我在学猪鹰哦 祝你们平安喜乐 拜拜